天啊海小,我带你走,欢迎收看小规视角 狮子是草原之王,因其高射的捕了技巧和团队合作的意识,才稳居食物链最顶端 所以很少有动物会主动去招惹它们 相反,鳄鱼有时候在水中也是非常厉害的 它们经常采取服气的方式埋伏在水中 一旦遇上猎物来喝水,鳄鱼就会静悄悄的游过去 快速咬住猎物的脖子 即便是身为草原之王的狮子,也非常给予鳄鱼的实力 鳄鱼的咬合力非常强 一旦被它咬住,物丝也要少逃退 视频中我们看到,狮子兄弟正打到过河 但在走到水边的时候却望而却步 估计是害怕鳄鱼埋伏在四周,准备刺激而动 狮子兄弟犹豫了一会儿,但还是一软截然的决定下水 狮子小心翼地走到水里游着 双大鳄鱼从一旁突然看出头来 结果吓一咬,鳄鱼闻着这味真的过来了 鳄鱼聚就朝狮子发起进攻 直接咬住了最前面那只狮子的脖子 后面那只狮子非常聪明,直接返回了岸上 而水里的那只狮子在经过河河里打斗后 直接被鳄鱼拖到水底被回温了 而镜头也刚好记录下这惨烈一幕 对此也没有什么想说的吗